也好 欢迎收看8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举办的 纵谷客运纪六场次的系列活动 这个周末假日是来到南区玉里镇 除了传统的客家美食市集 还邀请在地客家乐团 及歌谣合唱团轮番上台演出 展现了音乐才艺 也发扬客家传统歌谣文化 客家歌谣合唱团传唱三歌鼓调 借着客家传统八音乐团 带来优美的乐章 辽波新弦 大家在玉里镇敏广场老树绿荫下 随着音乐发丝之忧情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方式 可以提升 我们南区 尤其是我们玉里 这个地方可以把艺文 客家文化可以提升起来 所以现场特别只是说 我们要将南区的客家文化艺文 等等把它提升起来 新政府客家事务处办理的 《纵谷客运记》第三场次 今天来到南区玉里镇 以忘忧普世情为主题 不仅邀请在地客家歌谣舞乐团 或歌谣班登台表演 也和外县市乡镇 甚至也请来金曲歌手现场演唱 借着歌声凝聚客家族群的情感 展现歌谣音乐才艺也发扬客家传统歌谣文化 现场还有在地客家文创美食摊位市集 而积极推广可以传扬工作 扶植客家艺文以及建设的客家事务处表示 借此让本地客家乡亲甚至外地旅客 深刻感受花莲多彩多彩多姿各种面向的客家文化 今年花铃县《纵谷客运记》系列活动共有六个场次 接下来还有9月10号在富里乡登场的富丽米香 10月14号在凤林郑民广场的曼活客庄 以及最后一场次在光复堂场所举办的堂香客情 处长潘前健也希望透过活动来吸引更多游客到花莲 体验与品味各种季节不同的花莲之美 记者是宇兰 玉璃镇采访报导